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坐落在北京西三环紫竹桥畔的一座普通院落 它把繁华和喧闹让给了宽阔的长街 又把高煞和楼宇让给了左离右舍 然而八一剧场四个金色的大字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都熠熠生辉 放射光芒 这就是总正话剧团的筑地 一个激情荡漾 梦想升起的地方 这是一张当年万水千山的演出说明书 翻开了它 我们仿佛回到了上个世纪的五十年代 翻开了它 也就揭开了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 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呢 既有光鲜亮丽的明星 也有家喻户晓的大腕 但是我们即将要面对的是一个光荣的团队 是一面飘扬的棋 是一群带给我们精神富足和快乐的人 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正话剧团 从1953年到2013年 总正话剧团走过了六十年春华秋时 岁月无言早已凝成记忆 弹指挥尖都化作永恒 水从源头来这话呀得从头说 总正话剧团创建之初 就一头扎进了波兰壮阔的史诗大句 万水千山 给我到前面去 叫底 不敢你 叫底 二人也上去了 组织们 快 不要放走一个敌人 小叔 你也是参加战斗 想办法抓几匹火马 快 是 把火马送给党中央 来革命 骑着马前进 我不是传命令 是来向你借下连枪 干什么 给院长参加突击队去 我没短枪 过了河就还给你 突击队选择二几个人 我怎么没听说有你 站一站带队 我当同学还能不去 你的情向你老个 可就是晚来了一步 我的枪早让别人借去了 陈慧良老师 您好啊 来来来 快坐快坐 陈老师啊 我知道 您是第一代参演 万水千山的人 是啊 我也王连长 嗯 可是这个戏 主要的演员 还有已故的 蓝马 梁宇如 冯光辉 刘一鸣等同志 嗯 陈老师啊 虽然我这个年纪 没有赶上那个年代 但是这部戏 那个经典台词 能一直在我的脑海中回响 那就是 让革命齐上马 前进 就是这句话 一直鼓舞着我们 总政画质团 一代又一代人 发扬万水千山 清风的精神 奋勇前进 是啊 就是这句经典台词 让革命齐上马 前进 鼓舞着总政画质团人 一代又一代 我是六十年代 来到总政画质团的 伴随着祖国前进的脚步 我满怀一腔热血 来到了总政画质团 来到了 我战斗的岗位 总政画质团 我来了 淮海总前委 中央人打算第一阶段 可能消灭敌人十八个师 中央在列 人命的窩团 凯一 张超平 我想具体作战方案 这一回咱们就来一个 向在外 一步步充满着革命激情 和军旅特色的戏剧作品 深深地吸引了我 我也记住了总政画质团 这个让我向往的名字 一个个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 让我崇拜 让我废城 总政画质团 我来了 想想长征两万五 累不累 想想革命老前辈 面对失去的一切 我们无怨无悔 我们是共和国光明的守护神 中国人民最后的胜利 势不可当 如同黄河之水天上来 我有过青春的梦想 就是有一天 穿上军装 站在总政画质团的舞台上 演心爱的角色 做堂堂正正的话剧人 我也有过心中的梦想 就是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热血 抛洒在这可爱的地方 当梦想来临的那一天 我庄严地报到 总政画质团 我来了 我当明走的时候发过誓 要在部队上好好干 干一辈子 谁要你整天走 你就再也别回来 我知道 你的爱在你的大山里 在你的洞库里 在你那些档案里 拿到医院的兵力报告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 我从小就仰慕着军人 崇尚那些 把军人形象 放在舞台上的艺术家们 毕业的时候 不用问新归何处 总政画质团 这个神圣的艺术殿堂 那巨大的磁场 深深地吸引着我的志向 总政画质团 我来了 我们是生活在西藏军营的女兵 在这个生命的禁区 我们经历了生和死的考验 到那时候 我们会扶在你的耳边 把心里要说的话 悄悄地告诉你 就是那个 大宝兵天剑 大宝兵天剑 这小丫头到这三天 嘴头子就学这么硬了 和各位前辈老师一样 我们这些80后90后的年轻人 怀揣着同样的梦想 来到总政画质团报到 总政画质团 我来了 还有我 看我的形象 像是参加过万水千山的 但是我没有赶上 我是刚刚到总政画质团报到的新同志 60后的邵峰 我来了 总政画质团 我们来了 总政画质团 我来呀 亲爱的总政画质团 我们来呀 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政治部画质团 前身为总政治部文艺工作团戏剧队 是目前全军唯一的画质艺术团体 更是一支流淌着红色基因的光荣团队 总政画质团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红军时期 古田会议之后 红军政治部宣传科成立了艺术固 成为我军最早的专门文艺工作部门 1931年 我军成立了八一剧团 这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个全军性的专业画剧团体 也是全军第一个专业文艺团体 1953年5月 总政画剧团正式组建于北京以来 退出了画剧《万水千山》 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决战淮海 天边有一处盛火 中国1949 比大招 最危险的时候 女兵连来了个男家属 老兵骆驼 骑礼 黄土瑶 圣地之光 毛泽东在西百坡的畅相 生命大案 生命宣言 以及音乐剧《桃花窑》等200余部剧目 先后融合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 十大精品剧目 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 文化部文华大奖 数百项全国全军大奖 期待党和国家领导人 先后观看了总政画剧团创作演出的话剧 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我不是浪漫的诗人 也不是多情的画家 无法赞美总政画剧团60年来取得的成就与辉煌 但是我们从领袖们亲切的目光里和观众们热情的掌声中 深切的感受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中 总政画剧团无疑是一只捷报平传的文化骑兵 从他诞生的那天起 年年岁岁就如同走在金色的卧椰上 随手拾起的都是沉甸甸的收获 故事刚刚开始 接下来我们就顺着黄土遥 这部囊括了军队外所有大奖的经典剧目 继续认识他们 解读他们 你说这些干求剩呢 恶是说现在的日子比过去那是好受了 可还什么钱呀 反正啊 他到恶头上那是两万块钱 恶魔钱还 哎呦 干求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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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对你说吗 不用回来的时候你说了那么多 回到家里头你唯一杀的我说了吗 给我住嘴 我不信你说他打 那不是你的兵 你别这样跟我说话 我说老大老大就这样说话 我今天不成这老大的你能咋样 哎 哎 休所子里 屁要是 休所子里 你收起你的钱 你走吧 哥 家里的事情不用他个玩 也不花他一分钱 哥 走 别逼着我说出那个字来 哎呀 孙头啊 黄土瑶这部戏演出以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啊 你看你作为这部戏的主演 在创作和表演的时候 有什么自己独到的心得吗 黄土瑶这部戏呢 是我团精心打造的一个精品剧作 应该说这个戏 龙获了戏剧界的所有的话剧的奖项 嗯 那么在这部戏里面呢 我扮演的是男主角宋建军 通过这部戏呢 我向我们团队很多优秀的表演艺术家 老同志们学到了很多舞台经验 同时呢 我也获得了梅华表演奖和文华表演奖 我最要感谢的是我们这部剧作的编剧 我们的老团长孟斌同志 应该说我们黄土瑶这个戏演了多少场 他就看了多少场 你不信现在他还在台下看你 是吗 你看 哎哟 还真是啊 到现在我孟斌老师还在关注着舞台上的表演 孟老师啊 黄土瑶这部戏啊 是一部又获大奖又有市场 又叫作又叫好的主旋律作品 那么您作为他的作者 在创作他的时候 有什么小故事能和我们一起分享吗 我从电视上看到的一篇新闻报道 然后实际去采访了生活当中的这个真人真事 然后根据他作为原型进行创作的 我和导演一共看戏看了110场 每一场看戏的时候都在做记录 从剧本修改到台词到演员的表演到服装化妆道具舞台灯光布景 方方面面我们都在记一些当前晚上的一些想法和一些意见 少的时候记两三条意见 多的时候记一百多条意见 所以这个戏后来真正的进入了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那一年的十大精品之居目 演出的时候可以说达到了无懈可击 而且呢形成了这样的一种战斗力 六十年来总政话语团的脚步一直追寻着红色的脉络 尽情的释放着这个时代的正能量 这是总政话语团的另一部作品 毛泽东在西百坡的唱响 舞台上正在排练这部戏的片段 好了各部门注意啊 现在我们开始毛泽东在西百坡的唱响 进京胆考这个段落 进步车推上来 那个那个灯光 灯光 谁音响 好了 来 对对对 够了 群众各位大伴们 换着老百姓衣服都到位了 好我看看 好了OK 预备 开始 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三月二十三日 是我们进京港考的日子 我们绝不学李自成 我们都要考个好成绩啊 出发 员航 直接报告 我们进北平了 主席 咱们进北平了 对 古城 北平 毛泽东 有礼了 期间儿中全会直接组建 因为审理 当内的骄傲情绪 以功臣自居的情绪 经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 产图相乐 不也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 可能省仗 因为生命 人民甘心我们 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岔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员 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多点 他们在这样的敌人面前 不愧是英雄的称号 但是他们经不起 你们用藏衣裹着的 庞弹的攻击 在藏弹面前 摇打白杖 中国的革命是危大的 革命以后的楼城更长 工作更为大 更艰苦 这一点 现在就必须向当内将明白 无必使邓志们 继续地保持 潜虚精神 不教不教的作风 无必使邓志们 继续地保持 艰苦奋斗的作风 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 极有时间 我们还将善于 极是一个新时间 您老把两个儿子都送走了 这个又把小儿子送去当兵 这您不说 我们谁敢说呀 邓正伟在电报上说 你的小儿子 在不久前的战斗中 英勇的牺牲呢 他大哥 二哥都死了 老天爷说啥也该给我留一个呀 一年多 我就给孩子回过一封信 就一封信 我说 儿啊 不用给娘来信了 你要是总给娘来信 你万一不来的时候 娘就该睡不着了 儿啊 这回你死了 往后再也不能给娘来信了 娘没啥惦记的 娘能睡着了 就大娘 能睡着了 就是这样一部多角色的话剧作品 在其中呢 有很多演员呢 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面孔和身影 在军队外也是享有盛誉的 比方说国家二级演员郭笑 国家一级演员 国家一级演员徐小青 你好 还有国家二级演员景凤玲 你好 国家一级演员孙涛 这边还有国家二级演员赵雨 这位大妈的扮演者 国家一级演员谢怜 你好 国家一级演员梅丽萍 就是这样一群可爱的朋友们 他们在剧中扮演没有一句台词的普通百姓和军人 然而他们心甘情愿 无怨无悔 他们知道绿叶和红花一样 同属于一片话剧的春天 我们在感动的同时 也同样折服着他们的戏品和人生 魏老师好 你好 要说广大的电视观众熟悉您啊 是从您的小品表演开始的 哎呀 当年那一句火箭 那是火遍大江南北啊 同时一样观众朋友们 记住了魏姬安这三个字 是啊 广大观众认识我都是通过小品 但是四十年 我确实没有离开过话剧舞台 我们团还有像郭达 那也是小品大腕 话剧高手 哎 郭达老师呢 这么大年纪也赶过来了 哎 你不要看这现在是个老太婆 这党年送他男人党饼的时候呢 还是醒媳妇呢 哎呀 还没有旁边这个女娃娃大的 二十六天 二十六天呢 他是说呀 他刚刚过门二十六天 男人就耿上队伍走了 老婆今年歧视多了 受了一辈子的寡 二十六天呢 老婆 你男人的名字在这个小本本里呢 上背景了 解放局党案馆 替你老婆保存起来了 你放行 走吧 坐着愿意而动 不想接他了 相信了 我们解放军当案馆 一定会把他们永远的保存好 相信人们下棍 磕头 解 想起吧 我们的闲人要上背景了 要大毛主席神别了 他们要活活活活活送他们走 来 收手吧 小谷 忘口 扭牙鬼 我 我 郭老师 你还得摆上这些宝贝 这部戏您的表演和以往观众朋友们熟悉的小品表演反差极大 是吗 谢谢 郭老师出演这样一个角色您是怎么把握的 是这样 话剧它是一门综合艺术 它有赖于多个部门的联手合作才能完成的 一个优秀剧目的诞生 除了有好的导演 好的编剧 以及好的舞台美术之外 我个人认为演员自身的生活经历也在其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也是一个革命烈士的后代 所以我扮演的这个角色和我个人的经历非常相似 相比其他演员来讲 我可能更容易进戏 我在排练和演出的过程当中 我常常非常恍惚 我忘了我是在演的是角色还是演的是我自己 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部戏 我们想让广大的观众 特别是青年的观众朋友 能够感悟到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真的是来之不易 它是千千万万的革命先烈 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我们应当感恩 龚小冬同志是我们这部戏的导演 我想他一定有更多的体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听听他怎么讲好不好 好啊 龚导 既然郭达老师把球器给您了 那您就跟我们谈一谈导演的心声 这么多年来 让革命骑上马前进 始终在鼓励着 激励着我们纵正话语团 一代又一代人 当然 世界和生命 正在发生着双重的异化 但我们军旅戏剧 始终遵循着我们的光荣传统 那就是人文关怀 意义追问 价值结构 时代精神 当党 国家 人民 需要我们的重大关头 我们总政话剧团所体现的 就是一种精神 一腔热血 所以 这些年来 我们不断的推出 一步又一步的精品力作 黄土瑶 毛泽东在西柏坡的畅想 生命档案 生命宣言 冰雪 担心 士兵们 这一步又一步的作品 始终和人民站在一起 始终 占领着 实在精神的制高点 三爷 我们是解放军 有什么话 你早上来说吧 对呀 你上来吧 新三爷 老啊 你小子搞人意 没了酒 还把解放军请来了 解放军同志 我谢谢你们了 等我出去了 我请你们裹救 快快快 下来的老乡 你快下来好了 下来 老子上来出去 我 我先推 推大甲 我打下来 我来咯 大爷 我上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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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卡住了 大爷 你别动 我上去 来 你们想去你啊 来 我这个踩下 来 放手 下来 我啥子 我要钱 不要 来来来 一二三 一二三 勤劳勇敢 智慧顽强 就是我们 中华民族的灵魂 是中国人 赖以生存 崛起的 强大的灵魂 现在我宣布 宿电 五 十 三 二 一 收铁 情况怎么样 情况已经基本控制了 现在还有十一名投机队员 继续巩固为 人员情况呢 报告市长 一人失踪 谁 八连的一名志愿者 在跳起湖水堵壤的时候 被湖水冲走了 叫什么名字 姓李 叫李海洋 快走啊 市长 我们已经派人去等了 家庭学罗 有什么情况 及时向我报告 是 报告市长 国防科技大学学院 志愿由李海洋 安全国险 志愿在归队 海洋 八 出发 出发 导演的心声啊 讲述的真是慷慨激昂 确实这种慷慨激昂 这种激情飞扬 是我们总政话语团一贯的气质 那么王宏老师 李老群老师 每当重大关头啊 总政话语团都冲在了第一线 我知道当512大地震发生的第二天 我们的作者就已经站在了 当时还在颤抖的废墟上 作为两位亲历者 当时在抗震一线 在灾区有什么样的故事 能跟我们一起分享 我觉得用戏剧见证历史 是我们意识家的一种担当 2008年的年初 一场冰雪灾害 席卷了南方的几个省 这个当时我们正在搞 那一年的双云晚会 接到命令呢 就要求我们搞一个 反映这个抗冰雪的这么一个小品 当时离首场的演出 只还有36小时 这个从构思到创作 在这个写剧本的同时 各部门化妆啊 服装啊 道具啊 制景啊 各部门就同时开始 基本上是和我们这个创作在平行前进 只用了36小时就搬上了舞台 36个小时 另外呢 我们这个为了去灾区 外围那里的救灾的人们 还有当地的灾民 我们用了19天 拍了一部话剧 叫冰雪丹心 在灾区巡演大手观影 受到了很好的效果 正在这个灾区巡演的这个过程中 5月2地震爆发了 我们在地震的第二天 就已经站到了独江燕 紫平铺的大网上 我们是和救灾官兵一起 走着进的英雄队 突破 突破 返回的时候 我们是顺着敏江 做冲锋舟 前面山石还在倒 不知道前面什么情况 你可能进去以后 就咔就砸到里边了 就是给我们开冲锋舟那个战士 非常激烈 他一下就把那个马达给提起来了 冲锋舟的马达 那个冲锋舟就在那个水面上 就这么转 当时也是非常危险 非常紧张 但是就是通过 这一些给战士的这些接触 真的是受益匪浅 那么我们回来也是用了十几天的时间 和这个 老团长孟兵 和这个李宝群 我们创作了这个话剧士兵 当时凑巧的是 我们李宝群主任 他也在部队 他刚当兵 那段日子对我来讲是刻骨铭心的 而且对于我的一生啊 我都是永远不会忘记 因为我是2007年10月才到总统话语团报到 08年的3月份到铁军 夜挺独立团去下部队 下连队跟他们一起生活 恰恰在5月512就发生了地震 然后在那个天深夜 我就听到敲门声 我们的指导员就急急忙忙的就找到我 说我们马上就要去混栓 去抗震前线 你去不去 我说我当然要参加了 在路上我们就开始组建突击队 第一批突击队员呢 只能从全团里面最优秀的干部战士当中 选拔一百多人 先往镇区开进 由团长带队 当时我就看到整个全团就炸了锅了 就所有的人都希望成为第一批突击队员 那么有一些小战士 身体弱一些的 拉着连长 拉着指导员 找到教导员 一定要求参加 我到这儿来了 就是要抗震就在 而且我又不参加第一批突击队 我会后悔一辈子 那么这样的故事一直在沿途 一直在发生 然后我们组织第二支突击队的时候 还是很多很多战士要求 说我再不上去 抗震就在就结束了 那么我怎么向家人交代 怎么向我后方的那些朋友同学交代 那么我一直在伴随着这样的一支部队 在往前走 那么还有一个故事是让我一直难忘 就我所在的红衣连的连长和一班的班长 一个老班长即将离开这个部队就退伍 然后他们两个人带着几个战士 在江对面发现了一个商者 然后他们自制的担架 把这个商员从江对面搬到江的这边来 那么他们要过一条铁锁桥 这个铁锁桥由于地震已经开始倾斜了 那么必须抓着铁锁一步一步的就把商员背过来 那么在这个路上 我这个连长和他这个班长带着这几个战士 有时候是跪在那个桥板上面 实实地抓着这个铁锁 他们甚至把这个商员 他们是一步一步爬过去 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 我深深地感受到这是一支怎样的部队 就是我一个新兵 一个从地方来的一个创造员员 在整个512的这个大地震的过程当中 我重新感受到了我们这样一支部队 我也为自己能够成为这样一支部队里的一员 而感到光荣感到骄傲 那么从六中下行的时候 我接到团里的那个命令回来参与这个士兵们的创作 那么我又感受到我总政话语团的那种特有的魅力 就是这是一支非常有战斗力的团队 说得好 这种反应迅速 高品质高要求 是我们总政话语团的另一种气质 通过以上的访谈 我们似乎有了这样一个感悟 每一次采风都是一次精神洗礼 每一个策划都是一番欧心力血 每一次演出都是一场特殊的战斗 每一次泄幕都是一个崭新开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